你看到什麼了 奈奈 我們家有張東西嗎 沒有 大聲大聲更大聲更大聲 有有有 變了 硬是要躲避耶 哇塞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誰來聊天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就是 戲劇主題 奈奈呢很榮幸有出演 黑喵之情 請 那麼歡迎這部戲劇的靈魂人物 銀帥跟曼蘇 給哎呦 妹妹最歡迎的耶 你在坐中間喔 哎呦 很會搶鏡頭 對 同戲邀請你們來 那我們可以先跟觀眾簡單的說一下 黑喵之情什麼類型的電視劇嗎 大家好 我是史武帥 我在黑喵之情 扮演的角色是 國軍 這個戲呢 其實是在講述很多人 跟動物之間的一些復習 國敗的角色 後來有些聽到動物的聲音 等於是動物跟人之間的橋樑 你知道嗎 我在黑喵之情裡面 飾演的是一個動物的藝術 演的那樣的就是 臭轉的那種 一杯公宿這樣子 寵物溝通是一個 就對獸藝來講 會覺得一切開的科學 就是 不小心 透過寵物溝通 我的角色就是得到了成長 出戲 大家一定會在講溝通 就是萬分動物 可能是跟人的溝通 我覺得蠻療癒的出戲 好那這部戲呢 主要就是在講溝通嘛 不管是跟動物溝通 還是跟人 那溝通這件事 就是我們每個人 就學的一個課程 對 那你們在拍這部戲 有沒有很印象深刻的一場戲 我很喜歡就是 戲裡面配戰說 家裡的事情 怎麼都知道 真的 你不要以為他們 知道 對 我們是家人 所以我們要更尊重 名字這樣子 尊重他 就是謝謝你 對不起 這樣子 真的 真的會 嗯 真的 因為黑鳥是首先確實 真的就是有很多的動物 各種過來 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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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就很震驚 是因為有幾場戲是 我要說他們要命延遲 就是很 生病的樣子 對對對 然後昏倒 化妝 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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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會說 垂死 都有 因為裡面有要 還要不行的貓這樣子 當然 也很遠他們不是 欸 就在那個狀態裡面 入戲 不動就是不動 然後你因為那個眼神 然後就這樣看到你是不是 反正是泥流啊 他根本就知道我們想要他的故事 對對對 那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就是 有一個 冰換帶著一個貴賓 去找演藝師 可能是因為他的 費用太高 他無法去支付 然後把演藝戲 對 那這部戲真的是說出了 現在台灣的養主動物的一個東西在 就是很多人一開始就在飼養 都會覺得說好可愛喔 他就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只要一個動物已經生病了 然後真的的話 上升五位數 六位數 你有沒有辦法負擔 這個團體就把牠給你洗掉 然後如果你要養動物之前 你要先想過 你有什麼能力 像我就是在養奶奶 我現在就是賺的錢 幾乎都是一半 存到一個不能講出來的帳目裡面 也就是以防萬一 然後養動物一定要先 三四的後洗 那真的養的話 你可以花一點錢 然後幫助一點醫療費 對 這樣以後才不會突然的有狀況 那再來呢 我覺得就是有一個 有趣的事情 有這位女明星 我們就在拍戲啊 剛開始你就先稍微走戲一下 嗯 沒有要領 對 不要領 一旦選 天啊 對鏡頭燦笑耶 我們準備了小遊戲 讓兩位來賓來跟奶奶培養感情 對 那我們就來進行囉 控制音量大小聲 哎唷 我先示範 我們要讓它控制音量大小聲很簡單 我們有個肉感 小字 那邊啊 哦 那你大聲一點 大聲 有沒有再大聲一點 大聲 好 那小聲 哦 就是這樣 哦 對 有小聲到大聲 大聲到小聲 這樣就過了 開始 不要不要 大聲一點 再大聲一點 更大聲更大聲一點 哦 呃 小聲 哦 小聲 有哦 有哦 有嗎 有 欸這有嗎 有有 算有 好 這是你的配合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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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不要不要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大聲大聲 小聲一點 小聲一點 好棒 要進 四季原廠 四季 你懂慢速握勝 好厲害哦 哇 姐姐握勝了 來 我們現在下一個小東西 疫情自拍 很簡單 只要你拍 有讓他看鏡頭 就像過 哦 對 開始 拍照 拍照 冷奶 冷奶 這邊 那什麼 看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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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啊 好可愛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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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啊 你 你流汗 欸 你流汗 欸 不要這樣 他沒有妖媚了你耶 看一下 有啦有啦 這有 這張不錯 這還可以 這還可以 好 這也太難了吧 我們要慢慢輸 你懂到真的這個動 開始 嗨 哇賽 你叫他就看旁邊 來那你不要理他 哇賽 他叫我耶 這算進 這算進階版 但是 但是 他眼神會飄 硬是要躲避耶 賣 這件用拜託 有沒有 好笑耶 應該有吧 好這張有 有 恭喜曼蘇 謝謝 他這件用拜託 跟著女生拜託 這張很好耶 他笑的超好的 超厲害 我們的曼蘇二連勝囉 你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拍戲有多幸福 真的 好 那我們 下一關 按叮叮 挑戰讓他按叮叮 那挑戰者呢 要甩一甩 你看要讓他按幾下 那你是不是先閃 閃完我們就看幾次 不 no 開始 等等 我們按叮叮 叮叮 仰下 那叮叮叮 四下 再一次 叮叮 按下 啊 叮 哈哈哈哈哈哈 就剩一下了 叮叮 硬是不要耶 叮叮 叮一下 哦 幾秒 很失誤 我還沒出來 這太恐怖了吧 謝謝 再來我們來叮叮 四下 開始 再來我們叮叮 一下 再叮叮 再來叮叮 叮叮 再來一次叮叮 再一次叮 喔 幾秒 二十七秒 二十七秒 哇 恭喜你 你再化身了 來來來 那我們換 對 最後一關 比手畫腳 等一下我們會 塞塞子 然後最多四個數字 一個是坐下 二握手 三是戳劃 四是趴下 我們不能出聲 讓他做到這件事情 休息 那就是趴下 開始 有口水 來 五秒 五秒 二十 sim 很厲害耶 很厲害耶 慢慢說 超有壓力的 一是甚麼 坐下 開始 嗯 哈哈哈 等一下 這樣是不是算過嗎 先坐壁吧 這一試跳下來就坐下了 一鏡到你 好 那就是這次優勝者呢 是曼叔 開手囉 好的 我們剛剛跟奈奈的朋友們感情呢 就是我們曼叔獲勝囉 我們是很好感觸的 我們真的覺得 這部戲裡面動物真的很會演戲嗎 超級會 你們想要體驗一下什麼是動物之導師嗎 今天有準備兩個模擬劇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是有一個點然後一位就是當是導師的角色 很簡單很簡單 小劇場而已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等等 等等 等一下我們拍一次上 上 安靜 那個小帥跟你抱怨 啊你等等 等等 好 等等 想不下來喔 好 心 不頂 我們不頂 Action 今天被老闆罵 你不要聽我說話 老師 怎麼辦 好 再一次吧 老師 好 我們最後一次喔 Action 等一下 我今天上班被老闆罵 他說 我都笨成跟狗一樣 怎麼辦 他說我笨成跟狗一樣耶 妳說他還笨成跟狗一樣 謝謝啦 謝謝奶奶 好 分享棒 YA 要不要 要不要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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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在這裡啊 蛤 你是不是要散步了 奇怪 我們家怎麼了嗎 你看到什麼了 奶奶 我們家 有張東西嗎 我被打了 我們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吧 奶奶 奶奶 走 奶奶 走 我們去散步了 欸 這個動物子到啦 不是他很OK 欸 這動物子到很難耶 對啦 2 3 停 哇 奶奶 走 我們去散步 走啦 散步了 散步了 走 好的 我們終於演完了 劇場歡呼 經過剛剛的小劇場 兩位覺得動物指導師好玩嗎 超級困難 壓力超大 長大絕對不要當那個動物指導師 所有人都在等你跟動物完成 對 所有有壓力對不對 對 先講一下這個他們訓練過程 對 跟我們演員做功課很像 哦 就是他們是訓練師 為每一個主要的動物演員 拍課程 我在戲裡面養個狗叫笑笑 對 然後他在整個劇本裡面 會需要做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叫我起床自己咬籤繩 嗯 這些動作要review 然後每一次都要練過之後 然後再放他回家休息幾天 所以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一開始也是很緊張啊 就劇本寫著 咬籤繩要來 看到這幕我覺得很神奇 那我想說 那內內你要不要咬籤繩 然後就是 結果一喊action 他就入戲了 他就入戲 咬著籤繩過來之外 還就是抬起雙腳 你打不知覺得說我們拍這部戲 有沒有什麼最大的收穫 透過這一次的演出 我覺得很大的一個收穫是 其實他們也是有心感在那裡 不應該玩弄他們的感情 就是如果說 如果你明亮了 你真的不行 如果你的經濟跟狀況 或者不行 你也要好好的 找家一個家庭可以建立的話 或是就 或是就把它 丟在一個沒有人看到的地方 這樣就好 就是 這種其實很超級負責任 尊照一句話 尊養不欺養 今天回來就是一個責任 那如果真的真的不行了 有一些狀況比如說 真的要出國什麼 那你就幫他好好找個 你信得過的 他的 新的家人 我覺得看完這部戲 最大的時候 我一直都會知道說 動物來 你知道教會的就是董哥 然後那樣教會的 我去跟人家相處 因為我算是比較 內向害羞 看不出來嗎 對然後那樣就比較外向 他就會先去迎接人 然後帶我去認識人這樣 那像我那個離世的貓龐龐 他教會我就是 學會照顧生病的孩子 如果說 如果說 萬一真的有生病 我可以去 導致好心體 因為我自己覺得說 動跟人一樣 其實動物生病 有一部分來源 跟壓力有關 所以其實我們 怎麼給牠一個好的環境 是我們應該要想好的 就是不要讓牠覺得壓力很大 既然對動物都要 有這麼多的耐性跟溫柔 讓我們是不是更應該要 對身邊的人有同樣的耐性 我覺得真的是 這個犀利一直在討論的事情 好 時間要到尾聲囉 尾聲你在這邊跑掉 還沒結束 再讓兩位演員來 宣傳一下黑喵之情 每週日晚上的十點 黑喵之情在Light TV 以及民視都會同時播出 並且在8月23號開始 Light TV會提前播出一個小時 這是一部非常溫暖的戲劇 希望看過這齣戲的 可以告訴我 還沒有來得起 還是看的人 趕快加入我們 然後希望在看完這齣戲之後 就是心裡有 滿滿的能量 可以去愛身邊的 旁邊一個人 一個小朋友們 愛你的家人 沒錯 好 那大家一定要記得鎖定 黑喵之情喔 那我們就跟大家說掰掰囉 大家掰掰